葱油鸡在我家是百吃不腻的那种 也不知道为什么广东人就那么爱吃鸡 前两天买的红葱头也到了 每次我都是两斤三斤的买 我家做菜经常会用到它 还有这个沙浆也买了一些 这半边鸡呢是老妈养的走地鸡 老广人都知道的 走地鸡和市场上卖的饰料鸡是完全不一样的 鸡肉铺上几片浆水开上锅 用大火蒸15到20分钟 现在来准备调料 沙浆不用去皮直接剁碎 再来切一些红葱头 切红葱头就跟切洋葱一样 每次切它都是泪流满面 不过也没办法了 爱吃它就付出点代价嘛 红葱头和沙浆剁碎后放一起 搅拌均匀 再泼上一些热油把它激发出香味 再淋上生抽搅拌均匀 这就是葱油鸡的灵魂调料了 蒸好的鸡肉先把鸡汁倒出来 鸡肉放凉切块 再把这个灵魂调料浇到上面 这就是香喷喷的葱油鸡了 刚才倒出来的那碗鸡汁 这么好的东西 我可不会浪费的 西兰花胡萝卜先焯熟 再炼起锅 把蒜片炒香 把刚才那碗鸡汁倒进来 放盐和少许的糖调味 再淋入生粉水勾芡 最后把它淋到西兰花上 这就是鸡汁西兰花了 百吃不腻的葱油鸡 还有一个鸡汁西兰花 有菜有肉 又是幸福满满的一顿 这就是鸡汁西兰花